今年剩最后的两个半月就要结束了 展望明年经济 美国的经济学家市井 明年一月经济有开始衰退的可能性 因为根据历史经验 衰退通常会在升息到高点后的 10到18个月内发生 我们来看看有哪些适合的避嫌的选择 我们最近很热销的就是我们的香粉蜡烛 那可以看到我们都有很多不一样的味道 我们的蜡烛会比较偏向植物园的感觉 它是想呈现植物最原始的那种香气 百货周年庆节力开打 品牌推出独家贵位还有全球限量商品 是一个西班牙的顶级的陶艺品牌 然后我们去跟它做联名 然后这款都是全球限量 每个都只有600瓶 以自然为基调 充满沉浸式的体验空间 周年庆期间送消费者好康 除了搭配百货的满3000送300 之外我们品牌也准备很多优秀的一些 赠品要给大家 欢迎大家可以来体验看看 像我们买9900 就有送一个小的香皂 然后跟一个七点五秒的滚珠香水 日系风格品牌 在台湾的首间实体店铺 也吸引民众前往 主要包含男装跟女装 还有杂货类商品 对那我们也有引进了 就是旗下的居家系列 还有包含了陶瓷器皿 然后也有生活杂货 每到周年庆就可以看出 台湾人的消费实力 某部分也反映出台湾的经济状况 现在台湾的经济 乃至于全球的经济如何 就由美国的经济学家预测 明年一月美国可能会进入到经济衰退 芝加哥商品交易所首席经济学家认为 根据历史经验 衰退将在联准会升息 至高点后的10到18个月内发生 联准会在2023年7月停止升息 距今13个月 因此推估衰退很有可能在2025年1月发生 我想这个预测应该是以过去联准会升息 最后引发次贷风暴 那接下来是全球金融危机这一段 作为这种参考 但是我们要知道就是说 那个时候的美国跟全球经济结构 跟目前是非常不一样的 用过去的这个经验 乃至于比如说像资历倒挂钱矿 来预测未来美国的这种经济走势 可能那个准确度不是那么精确 然而长期高通膨和高借贷成本 对经济造成的创伤还没愈合 由于抵押贷款利率居高不下 房地产市场制造业都持续低迷 我们参考那个采购经验指数 虽然说制造业在萎缩 但是服务业却是在扩张的 那因此接下来美国的景气 即便是走缓 但是在内需服务业的支撑之下 我相信发生这种软着陆的机会 是相对比较高的 不会发生这种灾难性的 这样子的一个结果 信用卡 汽车 商业房地产 及非就业市场贷款的违约量 开始增加 消费债务的拖欠率上升 加剧经济压力 美国在以前金融危机的时候 都是这样 都是前一阵子利率升很高 然后民众因为利率高 然后没办法还了 所以会产生一些 不管信贷或仿贷 都会出现一些问题 不过最近美国 因为它降息算是降得蛮快的 所以全世界的降息周期 由美国开始吹响号角 现在各国都在开始 都跟着它在降息 明年全世界的资金 会更加的宽松 所以我觉得酿成一个 新一波金融危机的机会 是不太大的 美国银行家协会的经济学家 在半年度预测中 预测2025年 经济衰退的可能性 只有30% 目前主要的预测机构 包含英国的经济学人 或者是美国的S&P Global 他们对于明年前球经济的预测 成长率跟今年是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 是没有改变的 不过明年的全球的结构上 是有变化的 第一个 美国今年大概还有 2.5% 2.6%的成长率 明年大概会降一个百分点 最主要是因为美国 今年选举年龄多特别多 那明年选完以后 不管是川普或贺锦丽当选 明年都是一个新政府 新的人士 要重新展开新的政策 另外一个是中国 这两年 他的房地产表现得非常的糟糕 那中国大陆的房地产 占经济的30% 占民众财富的70% 光这两个数字 你听了就触目惊心 那中国大陆只要一打房 他整个经济就下去了 所以美国跟中国大陆 他明年的经济表现 都不如今年 孙明德认为 明年美中不足 但日本欧洲表现比今年好 宽松货币政策 也有望让需求提升 全球经济前景 并非一片灰暗 TVB新闻 罗氏彭王浩宇台北 采访报导 而在台湾有非常多 上有老下有小的三明治组 专家建议提早做好保单规划 能降低风险 调查显示 有46%的三明治组表示 目前的生活已经超出了能附和的压力 而当中最担心的就是父母长辈的健康问题 翻阅一本门保单 介绍全家人的细项内容 詹先生是一家之主 和妻子一同养家 除了两个小孩之外 同时要供养自己年迈的母亲 一家五口开销很大 规划保单也是其中之一 五个人一年的保险开销 就上看30万元 妈妈现在是年纪比较大嘛 所以我们先以她未来会发生的 像一次性给付的重大疾病啊 重大伤病啊 然后长造险这一类去走 詹先生自己也从事保险业务工作 每年都会检视自己全家人保单 从医疗意外到受险 每一笔都精打细算 毕竟詹先生跟太太都是上班族 双亲家庭开销大 除了保单开销子女教育费 孝亲费还有房贷等相关贷款 所以在保险项目上更加留意 詹先生笑称像他这样上有高堂 下有双保的三明治族群 不能容许意外来时没保障 昨天发生了比较重大的疾病 或者是可能重大手术 会中断我们收入的状态下 我们必须要去转嫁我们的风险 所以保障型的这种医疗型啊 医疗型的保单 我会比较着重在这一块 所以我们就是会用美元出去保单 或者是台币出去保单 去做一个提前预留税源的部分 去做一个规划 透过现在满行的ETF 或者是一些银行股 然后用福利滚存的部分 也许十年后 他每年能支配的股力 可以来支应他的生活开销 另外一位双保妈妈林小姐 平常认识于地方政府约聘人员 要教育两个孩子 还有年迈父亲 林小姐感受肩上压力庞大 也对于保险相关项目 耿精打细算 做足相关功课 另外一块我会考虑在保单的部分 因为股市它会比较有风险性 保单的部分 它也许期满一到 你整笔钱就可以期满领回 或者是也许先放着一阵子 然后等到你需要这笔钱的时候 再做解约把钱领回来 现在的外币保单的利率 也都比定存来得好 可能有些比较好的 也许可以到4% 因为三明治族群双重夹击 压力跟着大 根据保险人寿调查显示 三明治族群担忧的三个方向 第一位是父母跟长辈的健康问题 占比46% 依序是子女教养问题41% 以及家中经济支柱压力35% 专家分析这些族群会提早做规划 在保险项目上也会评估 产品资费 项目方针提早准备 避免意外值带来的危机风险 要有充足的医疗保障 因为现在其实健保给付里面 自费的项目非常的多 常常大家都会讲一句话 就是医了家破 不医人亡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有关于医疗招呼就非常的重要 那至于这个部分 我会建议第一个 你可能要先做一些 一次性给付的高额 比如说重大伤病 或者是癌症险 或特定疾病的相关保单的规划 专家表示三明治族群 可以在年轻时保医疗险 意外伤害险 趁年轻投跑比较便宜 40岁之后可以进行资产传承规划 若有子女也可以通过保险方式 规划小孩教育基金 近年来也很流行分红保单 包含三年六年十年二十年等等 但提醒如果有投资风险的产品 下手时一定要慎慎再三 如果是投资型保单的话 可能就要慎选 因为投资型保单的话 其实它就是一个投资的平台 再加上一个保险的保障 那保护是要自负投资的亏损 所以这部分的话 如果要选择投资型保单来作为 将来不可失败的储蓄规划的话 那可能就要三次而行 除了保单规划 三明治族群健康也很重要 调查中发现有46%的受访者 曾经罹患肌肉骨骼疾病 另外28%有内分泌和免疫问题 其他相似神经系统相关 占比53% 忧心慢性病则是47% 这其中以40到54代最为明显 另外24代针对口腔疾病有明显担忧 占比25% 上有老 下有小 同时也得顾好自己 还得提早布局 保单层层把关 三明治族群肩上压力可不小 TBN新闻张家宝 蓝云云台北三毛报道 忙着应付生活 当然也很难好好煮一顿饭 您知道吗 在台湾冷冻调理食品 去年市场规模高达了14.2亿美元 如果我们把范围拓大到全世界 在2030年市场规模更将会达到468亿美元 因此也成了各大超市的兵家必争之敌 将食物放入气炸锅里或是在平底锅内加热 煎到焦黄 简单几分钟不用出门就可以享用 冰箱里的冷冻食品 总人在不想出门时派上用场 冷冻食品几乎已经成为家中的生活必需品 家家户户的冰箱一打开 一定都会放个几样爱吃的料理 尤其电器的发明像是冰箱能囤货 微波炉 气炸锅等都能在短短几分钟 将冷冻食品变成热乎乎的佳肴 前两年在疫情的时候 那时候气炸锅的商品非常行 这一段时间也是差不多在9月10月开始发酵 这种小家店的商品 因为也有包含了很深的优惠 那消费者愿意去尝鲜这个新商品 也带动了很多好比像好比猪排 或者说像一些炸物 甚至说一些原本所谓的蔬菜水果 也开始结合到了所谓冷冻冷藏 因为它也可以做气炸的使用 电器的普及加速了冷冻食品销量攀升 而根据统计 台湾冷冻食品市场普及率约为86% 加户每年平均购买冷冻食品的次数 约为11次 虽然未来要带进新买家的能力有限 因此业者最关键的 将是如何提升消费者的购买频率 我从10月份抓到1月份 那我们在我们的冷冻的冰柜的部分 那基本上我可能所陈列的 有包含火锅料 火锅汤底 或者说一些配料的部分 它的空间上就可能会增加到三柜以上 那如果说今天是在冰品的部分 它可能在这个时间点 它可能缩小到 可能甚至只剩半柜 考量台湾季节有别 进入秋冬火锅市场的需求 远远大过于冰品 量饭也集中品项 增多选择 满足消费者也刺激买气 透过三大商品策略 来打造我们的冷冻商品 但我们的冷冻每年的业绩 都是成长的 第一就是我们透过 我们的自由品牌 妈妈主义 它的商品高达有近40款 其中最热销的就是这些烤炸物 那其中像比如说 韩式炸鸡 它每个月热销也近10万份 而连锁超商2023年投资1亿元 改建自由冷冻鲜石产线 也在2500间门市 布建四门冷冻柜 火力全开 瞄准全台近500亿元的冷冻食品商机 根据内政部的统计 2024年的4月底 平均每户的人数已经降到了2.52人 创下了历史新低 而超商的小包装冷冻商品 也正适合个人还有小家庭做选择 调整份量保有更多弹性 超商除了打着便利性的招牌 也大胆尝试新花样 七首这些外部的比较知名的一个品牌 包含网红千千 网品集团的青花椒 或是BBQ大呼等品牌 来联名打造独家开发这个联名的商品 第三就是我们也有导入这些国外比较大规格 可以复热即时的商品 来满足消费者不同的需求 带动冷冻的商品业绩每年不断的成长 去年一举有突破20亿元的业绩 光是其中一家联名的四款冷冻商品 就创下近3000万元的业绩 网红联名魅力也不小 不到半年销量达到30万份 根据需求的出现 蛮多像传统的夜市 他们也在开发所谓的冷冻实体 加上现在的云端厨房跟所谓标准化 冷冻本身可以带来蛮多 标准化降成本跟提升效益的部分 甚至有越来越多食品业者 愿意投入的一个原因 那第二个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其实除了这个零售便利商店 通路的兴起之外 更重要是团购 冷冻商品不论是便利性 或是因为囤货急长 都在家电普及后改变消费者的饮食习惯 而且需求几乎涵盖所有人 包含外食族到家庭料理都能适用 因此更可以轻松进入每个人的生活当中 成为必需品 那您每天晚上会滑手机追剧 甚至干脆不睡吗 这一类上瘾的行为 可能代表压力过大 而且很无助 医师建议寻找可替代的行为 像是户外活动或是健身 都是不错的选择 一机在手 视野我有 就是去偶尔 玩游戏可能电脑游戏比较偏多 可能有趣的影片 不管是YouTube上面 或是各种各样就是 让我有兴趣的事情 因为当然大学可能不一定 每个课业都让我觉得很有兴趣 但是手机上我是可以控制 我自己到底想要看一些什么东西的 走路在滑 坐着更要滑 是影音太精彩 还是社群讨论话题错过就不再 或是双手跟大脑 早已被习惯制约 闲不下来 可能晚上时间以后 或是躺在床上 可能没事做的时候 当然就是还是会去划他 你可能上课之后 你还有一些社团活动 还有一些可能去 学习复习的时间 或是任何这样 我觉得那时候我是可以有办法 控制自己不要去玩这件事情 广义来说只要还能自制 就跟上瘾这个字眼 还存在着安全距离 上瘾未必都是坏事 有时近乎执着的投入 反而造就了专业项目上的达人 会被视为有害的是 已经导致生活失衡 或是沉迷的事物本身 不利于身心健康 其实我们在讲上瘾这件事情 就掌握三个原则就好了 叫做强迫耐受跟戒断 这个东西就是什么叫 我把它清楚白话 就是说强迫耐受戒断 就是说你不能克制 然后不能 不给就会击笑 然后你会发现 你需要依赖它到非常多的时间 才可以得到一点点的满足 哪怕家人亲友生生患 App里的短影音 仍一则接一则 或是追剧 追到废寝旺时 以及手游 那一句再玩下 不知不觉 就达到天亮 难以停下的原因 是这些动作 给了大脑 舒适的回馈 跟上瘾的机制 相关的一个神经传导物质 叫做多巴胺 这个多巴胺其实 会在我们做某一些动作的时候 它会释放 释放之后它会有回馈 最简单的讲 我现在滑手机 或者说我们吃饭喝酒 做一些会让自己快乐的事情的时候 多巴胺就会分泌 多巴胺分泌以后 你的身体就会有记忆 然后这一个回路就会形成 说心情不好的时候 吃了糖 我心情会变好 有没有 其实就是这样子的原因 快乐是相对感受 心理师分享近年临床所见 成瘾大多源自于压力 而压力的成瘾又各有不同 比如说有的人 就是因为学业长期不好 所以说他 可是他又很想要表现自己 所以他发现只有在网路里面 才可以找到自己的价值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网路只是一个手段 成年人在关系的问题里面 其实就是带着各式各样的一些困扰 或没有解决的困境 比如说婚姻关系也好 职场关系也好 然后同侪或者是亲子关系 了解问题才能解决问题 关系不佳或没有认同感 专家建议从陪伴找出引头 透过近距离的相处 观察成因者动作触发机制 例如是什么事件出现 让当事人感受到烦躁 或是不耐烦 甚至事件并没有发生 但是情境让对方直觉急着找寻出口 不论是工作课业或人际关系 进而安排替代性动作 因为长期忽视 问题很可能横向延伸 你一定要打电玩 或者是打到他必须要一直去课金 让这个上瘾的个案 理解自己的行为 其实是出现这个所谓的 成瘾的行为 而这个成瘾的行为 对他的生活 到底造成了哪些不便利性 戒除这个上瘾的动作的时候 如果这个动作慢慢的成功 成功的次数多了 这一个戒瘾的动作本身 成功的经验本身 也会让成瘾者带出下一个脑部的回路 我戒除的方式成功 我对这件事情有成就感 我其实也会分泌多巴胺 重点在于转移注意力 科学研究显示 从协助重新认识自己 着手断影 效果远胜于外力强行阻止 特别是沉迷的物品 不仅止于3C 比如说你看我一直在那边喝酒 没事在那边喝酒 你知不知道你是为了压力 因为压力而做了这样的选择 而这样的选择 其实并无助于 你面对压力的一个品质跟回应 所以当你有这个理解的时候 你才有办法去走到下一个阶段 成瘾容易戒除难 试着把目光 稍微离开沉迷的事物 或许并不难发现 压力之外 其实处处开阔 TVB的新闻 罗师鹏与月甫特报道 许多民众就医检查 若病情有必要 医师会安排核磁共振 或电脑断层 目前都是由健保给付 而未来如果改成部分负担 您能接受吗 预计健保署将纳入检讨 健保署研议 将CT电脑断层扫描 和MRI磁症噪音等 高额医疗检查 纳入部分负担 主要可减轻健保系统的财务压力 也可以控制非必要性的检查 据了解在癌症等重大伤病的检查诊断中 仍享有全额健保给付 但对于其他常规的检查 可能会依照健保的精神 收取部分负担费用 因为我们在医疗临床业 我常常看到民众自己会要求做CTMR检查 那现在各级政府很努力的去开研了 开了一些的增加健保的预算 但是同时节流的部分一直只做到一些 但是我们觉得CTMR这是一个未来 可以节省一些医疗费用 所以我们认为CTMR应该也要开始部分负担了 可以逐步来实施可能一次两百三百慢慢渐进的 因为这样子也可以增加民众的一个成本的一个意识 我相信不管是核磁共争或电脑断层 甚至其他昂贵的这样子的检查 理论上其实应该还是要得有使用者付费的概念的 因为这些检查验的话 基本上它确实如果真的有必要 我们民众负担一定的比例的部分负担的话 其实在健保法上面是与法有据 其实去年健保署就已经有在讨论这个议题 希望对检查检验能够依法来受部分负担 那这当然方向是对的 可是为什么没有执行 基本上是因为我们在检查检验的时候 开单的当下不见得马上操作 所以它的部分负担很可能在没有执行下要做退费 那这技术上有很大的困难 那再者今年再提这个议案的时候 我们听到可能是先从CT跟MR开始做起 我倒觉得很值得再商榷 因为CTMR有一大部分 很可能是一个紧急医疗所需要急救票做的 或是紧急的判断 那么老实说对民众来讲是没有选择权的 像很多的固定的慢性病的这些抽血的检验 通常都是在下一次要回诊之前才抽血检验 而不是在当次这个看完病之后 像拿药一样就马上去抽这个检验 所以这个跟这个药品有一些不一样 部分负担的时候除了要使用者付费之外 其实我们当然也在于要不要让医疗资源浪费 不要有过度使用 可是如果以这个角度来讲民众真的很无辜 他没有判断的能力 其实我们要感谢健保署六大分组的业务组 他们非常认真这几年来都针对CTMR的这个 开立处方的合理性 都有做专项的病例审查 那尤其现在我们又有云端查询 所以应该是鼓励我们云端的这个上传 以及跨运区的CTMR影像报告的使用 以这个来最优先的推动 目前CT电脑断层扫描MRI磁症造影 还处于检讨阶段 具体的实施细节 病患自负比例或是定额 收费上限及实施期程等 仍需进一步研议 健保署将根据政策评估结果 及各界的反馈调整方案 确保健保财务稳定 同时不会对弱势群体造成影响 我相信一旦要出钱的时候 大家都想如果习惯了 这都免费的检查验 当然一旦要开始付钱 都会一定有不同的声音 可是我还是提到 健保资源是很有限的 这个是大家共同来分享 这个有限的资源 CT跟MRI是属于健保 全额给付的检查项目 所以这个医院不能够 另行收取这个费用 所以这个是规定上很清楚 这一点倒是民众不用过分的担心 这个健保在设计部分负担的时候 其实就是希望也透过部分负担的收取 让民众那么珍惜这个医疗资源 健保署目前对CT电脑断层 MRI辞症造影部分负担政策 抱持谨慎态度 期望在兼顾民众负担 与医疗资源合理使用之间 找到平衡点 促使台湾健保体系 未来长期持续发展 TVBS新闻 王华林 肖英强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